第八百一十五集 柜子里有睡衣,自己换上 说吧,陆霄转身离开 但是走了两步,他又停了下来,补充一句 以后不要随便碰我的私人东西 这是提醒,也是警告 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碰你的东西 我,我是没找到睡衣,所以才 陆霄没有听他解释完,就已经提步走了出去 灵芯知道,他生气了 他当时大着胆子穿陆霄的衣服,只是因为陆悠悠回来了 他故意穿上陆霄的衣服,想在陆悠悠面前宣示他女主人的主权 当然,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可是,也惹得陆霄生气了 灵芯默默地在心底为自己叹了口气 爱一个人,还得这种卑微的地步 真的好可怜 十分钟后,陆霄办理好住院手续,又回到病房 灵芯已经换好衣服,将他的衬衫叠得整整齐齐 拿在手里还有些不适合贪恋 见陆霄进来,灵芯收起多余的情绪,将衬衫交给他 你的衣服 陆霄接过来,随手丢在椅子上 灵芯叠了半天才叠得好看的形状 被灵芯这样随手一丢,一下子就没了形 灵芯看在眼里,眼底浮上了一层黯然 过了一会儿,护士来给他挂水 因为发烧的原因,灵芯躺上床很快就睡着了 陆霄给他安排了一个护工在这里照顾他 灵芯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 他的水已经挂完了 睁开眼,没有看到陆霄,这是他意料中的事 可是心里还是会失望 哎,这垃圾桶里谁的衣服呀 有没有人要了,没人要我就收走了 外面传来这样一道声音 灵芯本来是没在意 但余光一瞥,发现椅子上他的衣服不见了 眸色一转,他连忙掀开被子下床 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你还没好,不能乱走的 护工见他冲了出去,连忙跟上去 灵芯已经从打扫卫生的工人手里 把衣服拿了回来 正如他所料,是露霄的衣服 仅仅是因为被他穿过了 所以就被果断地遗弃了 谁错了 衣服没有错 错的是他 陆霄怒气冲冲地回到家里 刚好被房间里出来的陆母碰到 老二,你回来了呀 灵芯怎么样了,没事吧 陆悠悠在哪儿 怎么了 你找他有事啊 陆母一看他这架势 就知道不好 有点不想告诉他 他在哪儿 陆母看他这样子 就算不告诉他 估计他也得绝地三尺地 要把悠悠给找出来 索性就告诉他 在楼上呢 不过 陆母还没说完 陆霄已经提步上楼 他满身的力气 就连陆母看着都有点怕 该不会胜去 要把悠悠给揍一顿吧 楼上 陆悠悠一个人蜷缩在沙发里 满脑子像浆湖一样 突然 砰的一声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因为用力过大 房门撞击在墙面上 来回谈了好几下 陆霄像一头发怒的雄狮一样 出现在门口 冷力地谋色 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最后 落定在沙发上 紧接着 又是砰的一声 房门被关起 陆悠悠就坐在那儿 看着陆霄满身暴力地 一步一步走过来 看到他 江湖般的大脑里 居然还能浮现出 他跟灵星在房间里 做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情 抱着靠枕的手 扣得紧了紧 他高大的身形笼罩下来 陆悠悠只觉得下巴一疼 倔强的他 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陆悠悠 你到底疯够了没有 陆霄捏着他的下巴 将他的脸抬起来 让他看着自己 陆霄的面色无比地冷 眼神更是锋利 他就那样盯着陆悠悠 疯 我能要你疯吗 比起你这个饥渴到 把女人带回家疯的男人 我差得太远了 陆悠悠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收起你那些变态的心理 就算这个世上 只剩下你一个女人 我也不可能要你 陆霄正在气头上 根本听不进去他的话 陆悠悠眼底划过一丝痛楚 咬着牙关 好 陆霄 那我也告诉你 我陆悠悠这辈子得不到你 我势不为人 因为情绪激动 陆悠悠整个人都明显地在颤抖 两个人 双眸中都燃着不同程度的火焰 谁都不肯服软 就那么对峙着 最终 陆霄先妥协了 他松开陆悠悠 像是已经不想跟他再纠缠下去了 只是平静地开口 自从你开始 寄予你哥哥那一刻 你已经不配做人 你是疯子 一个让人讨厌的疯子 我不是疯子 你也不是我哥哥 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哥哥看待 但我只是把你当做妹妹 永远都只是妹妹 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过 那个从小就爱缠着自己的妹妹 居然会偷偷地爱上自己 当陆霄意识到的时候 他决然地将陆悠悠送去了国外 他以为 四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但是他错了 四年 改变的只有时间 陆悠悠那颗坚韧的心 显然并没有动摇 如果时间都撼动不了他执着的心 那么还有什么 才能让他动摇呢 陆霄很头疼 而陆悠悠依旧激动的身影 将他拉回了思绪 不 我不要做你妹妹 我要去告诉爸妈 我喜欢你 我爱你 说吧 他就站起来要走 但是下一瞬 被一道有力的力量给抓了回来 陆霄也彻底地怒了 陆悠悠 你疯了是不是 这种伤风败俗的事 怎么可以让长辈知道 陆悠悠真的就像疯子一样拼命地摇头 我没有疯 我没有疯 我不是疯子 我就是喜欢你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 够了 陆霄一声怒吼 喝止了他疯癫的话语 陆悠悠被吓得愣住了 但是很快又回过神来 只想将内心积压已久的情感 全部都宣泄出来 他更大声地说起来 不够 我要说 我喜欢你 我 莫得 他感觉后脑勺已重 紧接着 一股冰凉的温度 轻沾了他的唇 陆悠悠双眸睁得大大的 呼吸一致 请不吝点赞订阅